司法可以怎麼判,那怎麼判啊 就是這樣,我們就交給司法 不用去牽扯到一些什麼 講這些有的沒 我是覺得那種出來爆料的 很無聊的,我個人覺得 成年人啊,我也不會去管他 什麼花錢什麼的,也不太關我的事啊 跟我沒有太大的關係啊 有時候啦 有時候他會比較晚回來 那時候我管不了那麼多 我管他幹嘛 不關我的事 那天的家人有跟你們說什麼嗎 就是抱歉嗎 沒有 這件事情跟他的 案件講真的沒有 沒有任何的關係啊 那點關係都沒有啊,所以 所以沒有意義啊,司法可以怎麼判 就是這樣,我們就交給司法 不用去牽扯到一些什麼 什麼 我是覺得那種出來爆料的 我個人覺得 我不曉得 我不曉得 對啊 那這樣姐夫的就是可能 可以採用花費大家都在欺負他 是不是在姊姊過世之後 就有那麼大的爆料 成年人啊,我也不會去管他 什麼花錢什麼的,也不一定 不太關我的事啊 對啊,跟我沒有太大的關係啊 有時候啦 有時候他會比較晚回來 對 那時候我管不了那麼多 我管他幹嘛 不管我的事 就是,吵架其實也是 就是,如果他們有吵架 就算有吵架也是他們夫妻兩個人之間的事情 那 講真的這些事情都已經 過去了 就是,過去了 我們要看的是現在還是未來 姐夫那邊的家人有跟你們說什麼嗎 就是抱歉或什麼 沒有耶 都沒有 對於這件事情就沒有談齊 沒有啊,因為他 唉算了,我不想去講這些 算了 好不好,謝謝 媽媽有特別提醒說 之後不要再談齊姐夫嗎 媽媽 媽媽不會提醒我 會不會要談齊他啊 對啊 因為其實出來 因為我要出來工作嘛 就像我一定會碰到你一樣嘛 這是一定的啊 我沒辦法,我躲不掉啊 因為我要工作啊 媽媽之前是有說他生氣到 快要找雙錢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 對 所以爸爸的情緒 是比較低落還是有其事 爸爸就是 沒有 他不會表達出來 以前就是這樣 反正就是 對啊 我不想講太多啦 這樣就好了